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話說在昨天 共青團在微博上 對H&M品牌打響了第一槍 在其他官媒的積極配合下 成功喚起了很多小粉紅 針對H&M品牌的怒火 繼而這團火開始逐漸向其他的歐美品牌燒過去 而在今天 大陸也出現了不少義和團式的抵制洋貨行為 有民眾發起了要燒Like波鞋和剪爛H&M的衣服 結果這些短片 就在大陸的網絡上風傳 這也未止 這團火開始就逐漸往其他的方向燒 比如說 有網民在微博上發動了 要求大陸的國家隊要和Nike解約 那團火似乎就真的越演越烈 好了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大陸有部分民眾情緒高漲的情況 有些短片在網絡上風傳 比如說 有幾名大陸網民 自拍 用火燒Nike的波鞋 去攝氛 在影片中 會看到有幾雙Nike波鞋 是著火的 但是 有些熟悉波鞋的人士就指出 說在這段短片中 所燒的Nike波鞋 極有可能是山寨貨 因為看上去手工都相當粗糙 整件事就會變得相當滑稽 究竟這群火燒Nike 翻版波鞋的人 他是在抵震的Nike本身 還是其實是在幫助別人捍衛知識產權 這群人的邏輯 很難去理解 不過也有可能是 這群拍片的網民 不想那麼犯本 拿真的波鞋來燒 所以才燒流貨 也不奇怪 始終來講Nike波鞋也不惹小 在說話 拿了一千元一對 可能不捨得燒也不奇怪 另外一條在網絡上風傳的短片 就是有一名女學生 單人匹馬地去到H&M的分店裏 舉牌來抗議 那張牌就寫著 支持新疆棉花 抵制H&M 這些行為獲得了吹捧 實際如果他不是去 支持新疆棉花和抵制H&M的話 他如果平時走出街 夠膽去舉牌抗議 相信 他也要有很大的勇氣才能做出 現在就不同了 他將平時不敢做的事 可能 藉著這個機會做了出來 此外又有網民自拍短片 就是對著鏡頭去剪爛了一堆衣服 他聲稱那些衣服是H&M品牌 不過 其實沒有辦法證明得到那些衣服 究竟是謎 因為那些衣服 全部都是正式的 好了 這些短片在網絡上風傳 又得到了不少大陸的小粉紅來吹捧 但是我認為 抵制還抵制 浪費還浪費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認為 大陸要抵制洋貨 出現了一些異和團式的愛國行動 我也覺得沒問題 因為你喜歡抵制就抵制 你抵制洋貨這就是個人的消費行為 其實你抵制他們是應該怎麼做呢 你就是要在往後的日子 約束自己 不能夠再去光顧那些 歐美的品牌 那你就成功了 但是現在他們所做的事是什麼呢 就是燒那些波鞋和剪自己的衣服 這些就已經是買了回來的 是屬於你自己的私有財產 而且看到那些波鞋還可以穿的 那些衣服還可以穿的 你就是燒了它 你就是剪爛它 喂 那這些人就是怕不怕折墮的 是不是 他們又不回想一下 喂 半個世紀之前 一窮二白那時候的情況 那時候香港人 一過關的時候 穿幾件棉納 冬天穿幾條褲子 帶物資回鄉 挑著單挑 你不想一下那時候的警方 現在很厲害了 那些鞋和衣服可以多到拿出來燒毀 實情你說要抵制 其實就是在說往後的行為 那這些人到底是否確認得到 以後一輩子都不會再去消費這些品牌 如果是呢 我也復了它 那你就不要消費了 哈哈哈 這個是你的個人選擇來的 個人選擇沒有問題的 但是 你這樣走去燒爛那些東西 其實就是 你自己損失的 那個品牌本身沒有損失的 你也買了那件產品 是不是 哪有這麼愚蠢的呢 好了 接著我們又去看看 到底這次這個 所謂抵制洋貨的行動 是會持續下去 還是其實是虛火來的 大家又可以回想一下 在2005年的時候 大陸就曾經掀起了全國的 抵制日貨熱潮 甚至乎 在全國多地 還出現了連續多日的反日大遊行 但是搞到最後 其實就變了無疾而終 當然啦 現在你問大陸那些人他有沒有完全去抵制日貨呢 那就肯定沒有了 所以呢 2005年那次 就是虛火來的 但是這次 似乎就好像想禮真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在網上 這團火 就越燒越猛 在微博上 有一條鐵文 錄得了 十幾萬個讚好 差不多三萬個的轉發 這條鐵文是怎麼說的呢 他就說 Nike解約 請國家隊先上 如需解約的話 跟Nike合作的國家隊 應該是要先做表述 中國男子籃球 中國女子籃球 男子足球 女子足球 田徑男子女子隊 都是用Nike品牌 他就認為國家隊是要發表解約聲明 之後就要請地方隊去跟進 包括廣州恆大淘寶 北京中黑國安 上海上港 江蘇蘇寧 隨便選幾個 整個中超 全部都是Nike 地方聯賽和球隊 全部發表解約聲明之後 電視網絡媒體平台的聲明 就要禁播品牌廣告 最後就再去遺剿代言和宣傳合作品牌的個人 這樣才合理 不要經常都是 此子 檢遠的撕 明星個人解約 是不會對於品牌造成任何影響的 只有國家出面 判罰品牌 違法違規 由國家隊解約 地方聯賽球隊解約 任何電視媒體 網絡平台 禁播品牌廣告 才是 打蛇打七寸 你真是不知道打到哪七寸 竟然是膽敢向這個國家隊撕壓 在微博上 醞釀出這些輿論 如果這次是被小粉紅得逞的話 相信形勢就會變成 一發不可收拾 到底 到底大陸官方的取態是怎樣呢 是要將這一團的民族主義怒火 操作在可防可控的狀態 定義或是任它來猛銷 相信大家就是要拭目以待 不過這樣搞一搞的時候 其實大陸 自己都不是說沒有益處 因為有不少的小粉紅 就決定了 不再 光顧這些 歐美品牌 於是 就改為 購買大陸的國產品牌 某程度上 其實都能夠 促進得到 內循環經濟 亦都可以防止 外匯流失 因為你不光顧外資企業 現在那群小粉紅 說就說到很大聲 但是有人就發現得到 在個別的 電子商貿平台上 Nike 波鞋的銷量有增無減 而且 排到位置都頗為前 再加上一件事就是 有些人就在不少的H&M實體店看到 其實仍然是有 顧客去光顧 而且都有人排隊 還有 所以究竟 這個抵制洋貨能不能成功 真的要通過時間的考驗才知道 來到目前為止 究竟有哪些歐美品牌 已經跪下了 第一個 就是 西班牙的 Sara 他的 母公司 已經撤銷了抵制 強迫勞動的聲明 另外 美國的New Balance 官方網站上 也撤回了抵制強迫勞動的聲明 瑞典的H&M官網也是一樣 日本的無印良品 我們今早也說過了 就是 他們在中國的總部 表明會繼續採用新疆棉花 但是有部份的企業似乎仍然是未跪的 即是企硬 還叫做 包括了 Adilus Nike GAP 以及 Filler 等等 但是到底他們遲早會不會又跪下呢 那就很難說 因為現在大陸主要是針對一些歐美的品牌 來去 進行抵制 不是說針對外國來去抵制 所以外國政府到現在為止 其實就沒有對於 那些外企是說什麼說話的 如果到最後 真的任由這些外資企業來自生自滅的話 相信會陸續有更多的品牌會願意跪下 因為始終他們都是要做生意的 如果沒有人是援助他們的話 他們不跪也不行 他也要賺錢的 看看大陸現在的小粉紅情緒 似乎就真的好像得到了一個釋放 也都是 側面這樣反映到 這些人似乎在大陸就好像抑壓了一段長時間 現在就有一個缺口可以讓他們去 搞搞震 有些人就去宵夜 有些人就去拆招牌 有人就剪爛衣服 又有人去舉牌抗議 這些行為 如果不是針對那些 歐美品牌的話 應該全部都是 相當之忌諱的 但是現在他們就做到足了 究竟下一步他們打算怎樣 有些人就向這個國家隊施壓 又是你要針對外國品牌你才可以做的 如果平時沒有事沒有幹 你膽敢走向國家隊施壓 我相信他那條微波一早都被人剷了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